百里香外表很紮实,颜色也很沉实 它代表勇气勇于面对困难 不过自尊心很重,而且不容易复书 百里香和一位九味六名的亚洲小姐 性格很相似,真的很久没见 1988年11号佳礼,曾小言 我们今天特意找了其中一个同乡来访问你 麦克伯伴 小言是从头到尾都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 不是,我本身是在澳门出生 但是父母是香港人,所以我在香港长大 多少岁才来香港? 我应该小学已经在香港读书了 韭韭有没有听过,现在不是叫小言 现在叫小小姐,是一些历史的 小小 小小 小小是很传奇的人物来的,其实小小是 首先和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小小,才问你 你想我怎么叫你啊? 不是,我已经不用小宴这个名字了 现在叫小小,为什么来的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名字就是我选完亚洲之后 有很多记者朋友,又帮我改的这个名字 他们就是说,因为我曾经参训过澳门小姐 也都拿了亚军 亚姐,我同时也拿了亚军 我的姓是姓曾的 他们就改了个名字,叫爭小小 爭小小? 是的 澳门小姐不是通常都像Jerman那样吗? 不是通常都混血的吗? 都有些是 通常都姓笔的 年年都是姓笔的 不是姓笔的,我表姐都是澳门小姐冠军 好的,我认识的全部都姓笔的 那四个姐姐,要说姐姐不是他们骂我 Jerman,其实你也有些亲戚选过,都赢过的吗? 我表姐 即是谁? 澳门人很多都是这样大情大性,傻傻的 开心人 都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会受了这个蒲国 西方的影响,他们会是开放一点的 你当自己是澳门人多点还是香港人多点呢? 应该是香港人多点 香港人多点? 是的,因为我自小在香港长大 接受香港的教育 我会觉得自己是香港人多点 但是我虽然回了澳门这十二年 差不多十三年 你又回去住了十几年了? 是的,回了十几年 现在就觉得变了 因为已经在那里长住了 就觉得现在变回澳门人 因为年年有钱收 你是继续 回来香港会不会不习惯的? 回来澳门人多久? 因为觉得 那个分别最大在哪里呢? 呃 除了经常见到一些混血的人之外 其实不是很大分别的 有什么不同? 人品有什么不同? 不要说人品,只是说生活节奏 对了,节奏 香港人很快的 譬如乘地铁 你一听到嘟嘟嘟 你就会 冲啊 吵啊 就走了 但是澳门人乘地铁 我记得他哒哒哒哒哒哒 下班才 都是这样 对了,悠闲一点 他的节奏也会慢慢一点 是的,澳门慢慢一点 但是近这几年 澳门发展得很快 所以多了很多外面的人 进来澳门人士 是的 澳门已经突然之间 接不到 我告诉你 我昨天 我截了四部的士 四部都不车我 不车你是因为 这个交加还是怎么样? 不是,他沒有禮物 是啊,要給禮物 要給bonus 真的嗎? 是啊,我一直聽著機器 他說哪裏哪裏,一份不夠 然後再加多一份 然後他說三份禮物 有沒有司機去 如果我現在要澳門折駕的士 那我叫的士時怎樣說 有禮物? 一份即是多少錢? 我沒試過 你是不是一份禮物 即是錢 一塊一塊 或者你喜歡買一盒冬菇、瑤柱 我相信都可以 不過是個別的,某些都不是 我想是10-20元的禮物 八年選完之後 拍過多少部劇? 有沒有印象? 第一部就是 《神探超嬌娃》 開始已經模糊了 開始模糊了 另外一部是《唐西楓月》 應該是兩個劇集 兩個而已 主持 那就離開了亞士 主持就是那些綜藝的節目 對,下午茶 那時候下午茶的主持 OK 然後就離開了亞士 剛才介紹那時候 我就說 真的久違了的亞士小姐 你有幾多年沒有在幕前出現過? 嘩 真的很久了 我想有15年左右 即選完之後大約是三幾年四五年的時間 是 有做話事 有拍電影 然後就沒有了 有去過台灣拍劇集 嗯 其實那個轉變是怎麼來的? 由幕前 轉到現在 中間段時間是做什麼呢? 現在就是在澳門工作 中間段時間跟我們說說 中間段時間 我就周圍去 例如呢? 很多地方 東南亞 歐洲 是 美加 都是為了工作還是怎樣? 不是 想去看多些東西 看多些東西 那段時間 我就不停都會很少留在香港 背包 去喜馬拉雅山 國綱自由的嗎? 去印度 也是試過這樣 那就去經歷我的旅程 即是流浪的生涯來的 都不是說少少 很浪漫 少少 當然不是自己一個 但是又有一班人一起去 都是很浪漫 一般人沒有機會做這件事 是啊 試過在歐洲 都整個月開車 由瑞士出發 又開著那些旅行車 即是有了除火 小有間 在歐洲那裡走過一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呢? 是不是之前因為做娛樂圈 做到 累了 可以這樣說 去過這麼多地方 你最喜歡哪個地方 瑞士 瑞士 怎麼說呢? 很舒服 芝士最好吃 很舒服 空氣很好 街道 乾淨 乾淨 又不會有太多車 而且人們真的很有禮貌 我去玩一下 是啊 你覺得貴嗎? 貴啊 很貴 很貴 瑞士是最貴的 是歐洲來說最貴最貴的地方 那時候還要洗白狼 但是不同一樣東西 就是因為可能那邊沒有那麼多消遣 不同於香港 其實在香港你洗費更多 嗯 因為你追求的東西 或者平時你們出去 happy hour 然後去吃飯 或者還有下場 但是在瑞士的生活 你可能不是很平淡 還是看羊 看羊和看羊 牛也有 牛也有 但是真的好像我們看的那些風景 真的好像圖畫裡面那些風景 畫出來的那些 因為譬如我去那時候 就是那間酒店 那一早上真的牛的那些鈴鐺 叫我起床 他們趕牛的時候 那些鈴鐺就會叫我 九鐘起床 不是公雞 是 有沒有飄零劍唱過的 你是謙虎的那些有沒有 是 我也想的 有的 有的 我去到我都會唱的 好啦 由這個很開心的 這個旅遊的一個階段 又轉型了又回到澳門 從低造起遊賭場 是 其實怎樣發生的 這個很奇怪我覺得 我看回你知道 為什麼這麼特別的呢 其實都不是說那麼突然的 我因為去完所有地方之後 那我再過去澳門那時候 就剛好認識到我兒子的爸爸 那覺得那個時間剛剛好 就覺得應該要留在那裡了 人生有一個轉變了 應該是時候要結婚 落地生根 生兒子 那樣 那就停留在那裡了 OK OK 小朋友多大 今年十二歲 嘩 厲害 是啊 十二歲 小朋友像不像你呢 小小 差一點 是啊 就是差一點 你自己曾經做過娛樂圈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 做過娛樂圈的人 做過藝人的人 都未必想自己的小朋友 涉足在這個圈 或者涉足娛樂界 你自己會怎樣看的 我會讓他自由發揮 他覺得是怎樣的 為之是好的 我會從旁去教導他 我不會說 我自己做過 或者我有不好的經歷 跟他講 影響到他 總之他覺得 他認為這一 演藝界適合他 我會OK 暫時他沒有這個 沒有 異向的 沒有 都會free的 對 OK 對 但是現在在澳門成長 你覺得會不會比香港 比較容易教 或者環境更好 也不會 不會 因為最近 你看那個人在另一口 讀書 澳門那些 也有懷兒子 我們最近新聞也有說過 全世界留班率最高的 就是澳門 是 真的嗎 你曾經留那班 你曾經留那班 一次而已 恭喜你 就是掌科 那時候掌數學 為甚麼澳門留班率 會比世界其他地方高 為甚麼 因為其他級別人太多 不是 因為澳門 他會是欠 就算一分 他都不會給你升班 是嚴格很多 是的 對於學分的要求 是的 所以就變成小朋友的壓力 是很大 OK 不是很大壓力 跟老師和老師 疏通一下 一分 一分 你不要說到這樣的 是 是的 我當時… 可能我澎門學校 所以比較好 譬如欠零點二 零點二 全數 沒事了 我買一包朱古力給你吃 朱古力還可以的 對 他送乾瑤柱的就不好了 不…朱古力 請他吃幾分朱古力 當時有錢買乾瑤柱 好 好 稍後回來說說你的好朋友的事件 好 亞洲小姐競選溫哥華賽區選拔賽 在2010年正式展開 首屆的冠軍也是兩個字 她叫做河鴨 亞洲小姐競選多倫多賽區 就在2006年開始 而首屆的冠軍就是曾文 她和溫哥華賽區 是目前加拿大僅有的兩個 亞洲電視亞洲小姐官方選拔賽 剛才和我小姐說到 那時亞洲電視亞洲電視劇 僅僅記得兩個名字 是 但我想如果說到人 那時最朋友的朋友 或者跟誰合作最多 這些會記得嗎 記得 演員誰合作最多 演員的有… Lily 馬寶磚 是的 因為我和她記得是拍過一套 《唐西風月》 OK 跟著我們就… 認識了之後就很… 老友一下 你記得你和Lily做的角色嗎 都不是很… 忘記問Lily Lily在這裡 Lily在這裡 Lily 喂,Hello 九川你好 喂,Hello 你記不記得 你和小小合作的戲 裡面大家飾演的角色是什麼 哇,幾十年前的事 唐西通… 我們都是做那些很出名的明小姐 明記 唐西一定是說這些 沒錯 OK Hello,Lily你好 喂,Hello 是 多久沒有見 小姐和Lily 是啊 和Lily 我想不是很久 嗯 都有見 因為都有見 Lily有時過來澳門都有找我的 哦 Lily 是,Hello 你說一下小小的人 你覺得她是哪一類的人 小小給我的感覺 她是一個很勤力 是一個很清晰的媽媽 嗯 遇到什麼事都好 她都很樂觀去面對 嗯 多謝,多謝 你和Lily最朋友的原因是在哪裏 你是欣賞她的性格 還是為什麼 是啊,因為Lily本身的性格是可以什麼都說的 嗯 她會和你分享很多東西 OK 是啊 然後Lily就開了這個婚紗店 是 那樣 那我也有陪她去合作 好像你結婚的時候是個贊助 是嗎 是啊 十幾年前的事 是啊 我的婚紗,我的照片 都是Lily贊助我的 當年有沒有什麼蝦的東西呢 拍戲那時候 Lily記不記得 蝦的啊 嗯 其實太久了 因為生了兒子 其實生了兒子 鼻子都會變差了 哈哈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的 什麼都忘記了 都給她了 是啊 真的 好了,希望將來Lily多回來探討我們 好嗎 OK,好啊 謝謝Lily 剛才Lily提到一個 你的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性格 就是樂觀 嗯 在 不想說也要說 在訪問之前 我第一個問一下小小 有什麼不想說 小小說不想說 就是 我想最多朋友想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那個88年的走光的事件 嗯 那你 我照說 你想答多少就答多少 我覺得沒有什麼所謂 不過呢 我就看回這些資料那時候 其實我知道要訪問小燕呢 我就覺得 其實這件事呢 是當時很轟動 也都在我的一個記憶裡面 是很深的 因為其實當年 你可能不記得 我都不記得 原來那時候我在幕後 你那年呢 我可能在這裏撿頭撿尾的 因為當時的導演 就是我的上司 其實你那年我也有參與 不過我已經不記得了 那這個走光事件 就是當時一件很轟動 很轟動 當時叫做 《頭條周刊》的一本書 影響到你的 一個走光的事件 嗯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想和你平反多些 嗯 因為我覺得一個 尤其是一個女士 一個參加選美的女士 在不自願地 被人拍到這麼多照片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這件事對你影響 其實有幾大呢 其實平反 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和我平反 很多人支持我 也都很多人鼓勵我 在這裏真是很衷心 多謝支持我的人 但是這件事真的已經是過去了 但是很想說的 經過這次 即是那件事 我學會很多事情 怎樣去面對 因為事實就是事實 被人影響到的 走光照 但是我不可以逃避 我要面對怎樣去面對 對於我現在出來做人處事 那方面的 我也都可以去 你有沒有改變了很大呢 因為這件事 改變 還是你一向都是比較樂觀的人 嗯 都可以這樣說 我會比較樂觀一點 不可以就是說 發生某一件事 我就要躲起來 嗯 因為是沒得躲起來的 是啊 一定要面對 就算今時今日教兒子 都要面對 有什麼事的 都要面對 嗯 我想另外補充一件事 就是其實 無論是一個選美會 或者是 就算現在都會發生的 一個無特兒 嗯 都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就是因為其實為了穿旗袍 或者為了穿一些晚禮服 嗯 令到效果好呢 很多的無特兒 或者是選美的一些佳例 都會選擇真空上陣 這個是經常會發生的 嗯 這個是一定是有的 我們作為娛樂圈的人 我們經常都會接觸到 但是如果在這樣的不自願的情況之下 讓人們拍到這張照片 我覺得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缺德的行為 其實是一個很缺德的行為 雖然這本書現在沒有了 那當年負責的人 其實這本書當然就是查小欣 小欣姐搞的 那究竟是誰做 誰的主意去拍 無論那個意願是怎樣 我覺得都是不對 那出來更加是一件 令到你 甚至令到這個選美會 令到我們都不開心 因為其實坦白說 不是每個觀眾是想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每個觀眾看到會是覺得 為什麼這麼缺德會做這些事情 那我希望這件事 之後今天我會去到這裏 我看到這裏 就已經完結了 在你人生是一個 雖然是發生了一件不開心的事 我希望是一個有鼓勵性 或者是令到你更加堅強 令到小小是更加好 成為一個更加難去粉碎你的 一件事 是沒錯 絕對是 那些開心點的事 好 現在我不明白就是 為什麼你可以有這麼大的轉變 在澳門現在的賭場 由這個由低做起 那這裏資料就說由公關開始做做做 現在都做到一個不錯的一個高層 那個過程是怎樣的 那個過程就是因為 我生了小朋友 跟著就是我要撫養他 那我覺得就應該要出來做事 那時候澳門是剛剛開始興起那個賭場 就是開了一個賭牌 是的 那我就在朋友介紹之下 我就進去賭場做事 但是因為我沒有經驗 那我沒有可能 我就算認識個老闆 也沒有可能 就算你是亞洲小姐也好 我冠軍也好 都沒有理由 你什麼都不認識 有什麼影響到呢 就是因為你是名人 大家認得你 會請他 可能公關多些人認識會好些 這樣會不會幫助到 其實我很多謝我之前的老闆請我 他真是很夠膽 因為有很多人不夠膽請的 因為覺得我們這行的人 會不會玩玩一下 會穩定 是的不會穩定 那我記得當初請我那時候的主管 他跟同事說三天 三天 試你三天 不是 不出三天 他就 我就會走 這樣 終於呢 終於我足足做了十二年 為什麼初初會選一個相對上 品流比較複雜的行業去做 其實以女士來說是很大的勇氣 其實都不是品流複雜的 只不過賭場覺得就是很多人 相對複雜一點 是的 但是我看準就是澳門因為發展 很多外國的投資公司過來開賭場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會 其實是看準了開放賭牌這件事 沒錯 才加入這個行業 是的 當初我記得我上班第一天 我是在帳房的 在帳房 管數的 是管數 很重要的 就是出籌碼 別人來買籌碼 我們是管數 那些人呢 坐在我旁邊左右 都會覺得 小小啊 其實呢 你進來的時候 老闆問我們 有沒有想過 跟一個亞洲小姐做同事 是的 我說是嗎 我說你們覺得怎樣 他說 其實亞洲小姐 什麼人都好 就算是吞黃巨星都好 我覺得都是人一個 嗯 嗯 從零開始 沒有問題的 嗯 都是靠自己的 一步一步這樣走 這樣又覺得很充實 嗯 所以這十二年裡面 我覺得非常充實 有沒有人因為你是女性的關係 在賭場 欺負你呢 絕對沒有 因為本來我是從帳房做起先的 嗯 公司覺得我 可能就是說 見過大場面這樣 覺得認為我適宜做公關 我才調出來做公關 會不會有可能 再走到幕前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暫時都沒有這樣的考慮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對於我來講的挑戰性 是很高 嗯 因為我可以見的東西 實在太多了 可能會 其他國家 會飛去其他國家做事 我今天跟你談 雖然談了都不夠半個小時 嗯 但是我發覺 為什麼一個女生呢 我用女生來形容你 因為你的外表看起來 還是一個嬌的嬌的女生 是 可以經歷這麼大的一個經歷 一個重創可以叫做 可以站起來 可以由一個新的行業 從頭開始做到現在 嗯 自己有發展的空間 我覺得很神奇 神奇 我真的要為你鼓掌 謝謝謝謝 謝謝 就是壓修小姐 我想你也是 其實壓修小姐比我 見的東西真的很多 學的東西真的很多 所以我才會有這麼的危力 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深淺了 我的人生經驗就變得很豐富 是 是的 還有可以令我現在做事的方面 是處理得很好 今天看到這個就看到多了 嗯 看到兩個唱歌 你就看到什麼叫做星光幫 準備了 好 你讀書嗎? 沒錯 唱歌要… 聖經地讀 對不起 為什麼要聖經?唱歌 唱吧 好,你考我吧,好 對啊 你不是太 taxpayers 你很想喝嗎? 謝謝你 很棒 謝謝你 很棒,謝謝你 太棒了,謝謝你 声动亚洲,请继续欣赏